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王子荣耀火焰3的游戏视频 然后今天是由这个网友生气的葫芦邀请来玩这个火焰3 然后刚好也是要过任务嘛 杀了抢8个人头就可以得一个宝箱 宝箱也钻石宝箱嘛 然后这个鱼姬 然后最近在那体验湖玩过一个叫什么马可波罗 然后他也是玩一个双枪的 也是个射手和鱼姬 鱼姬拿枪的姿势很像有点类似吧 是和鱼姬穿皮肤的 但我没有皮肤 所以说就不一样 他没皮肤他那个马可波罗也是拿一把双枪 看第一次用那个马可波罗感觉不是很好用 等后续再多玩其实看一样会不会好用 看下我们先玩那个火焰3 一开始先走出方向 然后这边对方就开始打 现在手杀 手杀了对方的专轴 哎呦被谁弹起来 还好对方应该也是 真七对吧 哎呦糟糕了被推到火坑里面去了 要死了 再抢一个人头 然后助攻三次 再比分落后一分吧 我放4比5 对方双三枪双杀 我放露娜也双杀 我复活复活 刚好就复活在他们这边 对打的地方 看能不能射死的话 这边好多对方的人 射死一个 哎 掩到一个三个火的那个火球 然后现在有个气血之论 先把气血之论加起来 把他们推到推走 刚才那个应该是对方的刘邦还想传送 来不及传 应该是被火坑给烫死了 我现在也死了 哎呦在死前又杀了两个 哇 我刚刚这个这个 这个荒木兰 应该有三杀了吧 看能不能去上面倒 我在下面倒 三杀 有没有四杀 哇 果然四杀了 这个谁 赵武云 推到火坑里面 刚才打了那个小怪嘛 打的野怪 打了得了一个大火球 大火球去准备去打独仔 先把真机皮推到火坑里去 哇 这边好多人 赶紧跑赶紧跑 再把这个鲁斑推到火坑里面去 射他一下 算杀 我三杀 诶 我怎么有四杀 我竟然也莫名其妙得到一个四杀 爽了 哎 就是没得到五杀哈 基本从这个视频开始就没打过五杀 因为是以前五杀 还是很早以前 好像也是打火焰山 打了打过两次五杀 那时候是没有录 没录像吧 自己没去录 然后后面 自从有录了之后 提本是四杀 但是比较非常少 三杀还稍微多一点 然后 然后就超神 超神最多一支MVP吧 MVP才有300多次吧 超神 超神100多次 超神 我打的很多都是 都是那种远距离的人 像那种 输出比较厉害的 当时没有了 像李白我竟然都没去买 但是没买李白有点后悔 但是那个 那时候好像也没存 存够金币 那个金币好像也比现在难赚一点 所以李白就没那么好打 没那么好存金币买 那時候是 那時候應該也玩不久了 就準備買那個公本 買公本還有潮潮之類的 那時候剛好買公本和女布 那時候主角的 就覺得李白用不來 在克隆戰玩李白的時候 就覺得用不來 所以後面就換氣買李白 現在感覺有點後悔 那時候也不是對遊戲不太了解 那純粹是亂玩 娛樂玩是 就是沒時間 就是有時間拿出手機 來玩一下那種感覺 所以就沒有去 認真考慮要不要買李白 他現在考慮要不要自殺 沒多少血了 但我就看對方又在打 基本是只要再打一個 再殺對方一個就結束了 感覺這樣子死了 好像不值得 哎呀 找到還是死了 還無一自殺 還送給對方人頭一個 不應該我換會贏了 只要殺一個就能贏了 還能輪到我互活一次 那早知道剛才直接自殺下去了 對方趙雲也三殺 對方沒多少血了 超遠距離射一下 看看 不需要了 直接已經 雙善槍被我和花布蘭擊殺 又多殺一個 黃昭金還擊殺了趙雲 然後一次四殺 昌省146次 三殺106次 M1P338次 那好吧 本期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繼續 關注尾哥的視頻 點擊訂閱點個讚 歡迎加入QQ請 歡迎